玉里警分局为了提升地方的治安座位及了解民意对治安的需求 在玉里镇公所中正堂召开了玉里镇副理乡还有卓西乡联合社区治安及交通座谈会 针对当前治安交通议题和民众来面对面共通 玉里警分局为了提升地区治安座位以及了解民意对治安的需求跟期许 在玉里镇公所中正堂召开玉里镇副理乡与卓西乡联合社区治安及交通座谈会 针对当前治安交通议题与民众面对面沟通 广纳建言凝聚共事 藉由座谈互动了解民意需求以及对治安交通的歧视 现场热烈探讨希望对治安交通维护以及警政工作推动能有所注意 潘复分局长与相关业务单位都逐项详细说明以及回应 并列管追踪 要求业务单位确实执行作为改善治安交通的方针 落实社区治安座谈会的精神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